嗨 各位大家好 今天又是你的英文老司機傑希 自守自根的時間 OK 那最近呢 大家有沒有遇過 就是好像 很想做一件事情 你也覺得那個方向是對的 但是好像就是可能 經濟的因素啊 或是一些什麼其他的因素 讓你覺得 這樣真的還能繼續做下去嗎 可是 有一種 我記得有一個詞語叫做有覺知的 成功嗎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只是還沒有看到 但是其實你很確定這件事情 你這樣做下去就一定會成功的 那這種狀況就要繼續堅持下去 所以 我們上次講那一本 奇蹟公司那本書裡面 他就寫說 對你這種真的要做的事情 無論發生什麼事 你都沒有其他選擇 這一句話我一定會給自己唸好幾遍 不管說今天是 經濟的狀況 或是可能什麼別的狀況 就是要把這件事情做到成功為止 通常這種考驗 都是快要成功的時候才會出來 所以這個就先跟大家一起勉勵 好 所以呢 今天我要講的這個字叫做 imperative imperative 這個可以當作名詞跟形容詞 雖然說他的IVE結尾是名詞 但是他當 行容詞的時候他叫做強制的緊急的 當名詞的時候叫做命令 imperative 那講一下這個字的自首自根 這個字前面的imper imper 其實就是命令的意思 imper 後面再加上 Active 它就是一個形容詞的後綴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Active 那個字的變形 就是主動的去做什麼 所以去主動的去命令那就代表它是一個強制的東西 那這個字他的同意字有兩個 一個叫做 Urgent Urgent 另一個字叫做 Crucial Crucial 都是緊急關鍵的意思 那當然這個字的 副詞就很簡單 一樣叫做 imperatively imperatively 命令是底 所以他的例句 The events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ew days make it imperative for her to act The events of the past few days make it imperative for her to act The events 事件 它是複數嘛對不對 Of the past few days Few days 跟few的差別 其實很好辨認 雖然他都翻說是少 但是其實 few 跟a few a few是不是字比較多多了一個2嗎 所以few day其實是比a few還少 OK 然後make it imperative for her to act 就是 這些事件的造成 讓他 要趕快緊急的採取行動 所以imperative 命令的 緊急的 強制的 可以當名詞叫做命令 OK 所以今天這個字都非常的簡單 好也是祝大家都有個愉快的英文學習時間 我是你的英文老司機傑希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 也請你大大的分享給100個人或是更多人 然後一起來把英文學好 OK 謝謝你們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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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